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年日来动员超过1,800名来自十几个不同决策局 和部门的公务员 在葵冲村做大规模围风和检测行动 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力度 调动人手参与抗疫 他在社交专业说 陆续会有更多公务员轮替加入行动 但重新当局重视参与行动人员的安全保障 提供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 也会安排他们在行动之后检测 完成检测之后才可以如上办公 另外聂德权提到 各个政策局和部门推行特别上班新安排 是在大致维持基本公共服务 和不影响抗疫工作的两大前提之下 减少同一时间办公室里的人数 他又说会持续检视市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适时调整 如果因为短暂减少公共服务 而对市民造成不变 希望市民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